好,看完了生命三角,來看看 這是我們的消防組給各位的地震避難逃生要領的建議 日本三一超級大地震所造成的慘重災情引起了局勢的矚目與震驚 而同樣位處於環太平洋地震來的台灣地震也相當頻繁 上個世紀死亡超過7人的強烈地震就有三起 而我現在身旁的景象正是921大地震過後的斷源殘壁 也是我們國人共同的傷痛記憶 因此如何加強地震防袋的整備與應變能力 已經成為大家必須重視跟熟悉的課題 由於地震發生時的情境非常複雜 需要因時因地而有不同的應變方式 而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保護頭部跟身體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跟學習 當地震發生時在各種常見情境下的避難逃生要理 狀況一 在住宅公寓裡 當地震發生時 應大聲提醒周遭人員保護自身安全 立即關閉使用中的火源 以防止火災發生 應隨手利用軟電保護頭部 趕緊躲在堅固的桌子底下 或以低姿勢躲在柱子或墻角旁 必要遠離窗戶 鍋離 吊燈等危險墜落物 以及巨大的家具 附櫃 以免搖晃倒塌造成傷害 如果正在床上 要迅速以堆姿勢躲避在桌子底下或墜子藏 同時注意避免被掉落物夾傷 地震發生時 應先以就地避難保護身體為原則 當感受到地震強烈 且舒服加劇明顯未移 或發現住宅墻壁產生經濟時 應盡可能逃出適量避難收散 逃生避難時 應攜帶平時就已經準備好的緊急避難裝備 並專屈協助 以避免被碎裂關於或僵略物品刺傷 不可使用便踢逃生 因你樓梯伸散避難 也因便踢故障而受困 逃生時 家人或同事最好結伴同行 互相關心扶持 不要推擠又向出入口 依序逃生才能快速疏散避免受傷 並應協助老肉婦如及行動不變者 發揮守望相對的精神 狀況二 在學校 避震發生時 學生應聽同老師指示 保持鎮定 不要慌張 立即保護頭部躲在桌子下 若客桌太小 則可躲在監護的柱子邊或客桌旁的走道 保持低姿勢 並以書包保護頭部 同時應注意根據 門窗及家具的掉落與翻倒 地震燒停時 立即向外避難逃生 逃生時 學生應依照老師指示 不推擠 不喧嘩 不慌張 技術以平時延避的緊急避難疏散路線 到達安全避難地點 抵達安全疏散地點後 全體同學應安靜蹲下 各班導師應立即進行點名 確保每位同學 就已至安全地點 並安撫學生的情緒 校方便要馬上進行校園安全檢查 發現有梁柱關落或物品料落的地方 應進行封鎖 等校園安全檢查無疑 再讓學生進教室上課 平時幼稚園應經常辦理避難掩戀 當地震發生時 幼稚園老師及小朋友 已立即以平時掩戀 以手抱頭蹲在桌子下或住旁邊 就地避難 當地震雙齒時 老師應迅速帶領小朋友 穿著鞋子 不慌張推擠地前往空地集合 並讓老師點名 應建立更像 以正義的根本 製作防端頭套 並顏色區關斑別 以立老師能更容易 顧及班上各個小朋友 狀況三 在電梯裏 當感覺搖晃時 應立刻按壓各樓層按鈕 並靠近電梯內側 以低姿勢保護頭部 鑽定避難 當電梯門打開後 隨即離開逃生 如果電梯門不開 應立刻按剪輯開關 呼叫求員 並保持鑽定待救 狀況四 在土塊錯或專造屋子裡 土塊錯及專造屋的耐震性能較差 遇到地震時 應盡速避難到屋外安全的地方 狀況五 在室外建築物旁的人行道 地震發生時 不要慌亂往車道逃生 以避免被來車撞到 若鎖處位置 緊鄰公寓或大樓 應注意上方有招牌 冷氣心 一段時間的重落物 並應小心爆裂的玻璃碎片 若鎖處位置 緊鄰大樓 可靠墙或柱子旁 以低姿勢躲避 記得要避開招牌 多離帷幕 及建築中的危險工地 必要時 應遠離建築物 到空曠處地外是較佳的選擇 狀況六 開車中 行車時 若在大樓林域的街道上 遇到地震 應先減速靠邊停車 躲在車上 停車時 便要注意上方 是否有電線、招牌、 招牌、 鑽瓦、 縮移人類等 能量用物 同時 透過收音機 正確掌握相關資訊 狀況七 在百貨公司 電影院 當時 若在百貨公司 應迅速遠離化教徒墜 到柱子邊或肩部的牆角 以低姿勢必耐 不可搭乘電梯 並遵從相關人員的指揮行動 依序逃生 不要荒嫩地推及到逃生口或階梯 並注意掉落物及玻璃速片 如果在電影院 演藝村 遇到地震時 便會震時躲在座位下 保護頭部 救避地難 當搖晃平止時 應聽同工作人員 引擋指示 依序離開 狀況八 在地下接 地震發生時 應保持鎮定 立即救避地難 當地震燒停時 應遵循服務員員指示 依序逃生 切莫荒難衝擊 也不可使用電梯 即使停電 也可沿著出口指示標示 找到出口 狀況九 在地鐵、捷運或車站內 在車站內遇到電震時 應立即保護頭部 救避地難 當搖晃停止時 應依照站務人員指示 依序逐漸到安全的地方 地震時 若在月台邊 應迅速遠離月台 趕緊躲到牆邊或鎮子旁地面 並留意切花短掉落物 在地震燒心時 應遵從站務人員的指示 或慌亂推舉 依序逃生 狀況時 在停車場 若在停車場遇到地震時 應靠邊熄火 先待在車內 就地避難 以免車輛經滑動位移 而脊腰受傷 若是在地下停車場 當地震燒停時 應立即下車 往地面層疏散 狀況時一 在海邊 地震發生後 應盡可能離開海岸線 若發現突然有明顯的大量會潮 或遠方好像有白色浪漠涌來等異常現象時 應立即往高處避難 其他注意事項 平時應備脫緊急避難包 並放置於家中及工作場所隨手可拿到的地方 緊急避難包內的必需品 應包括 避寒衣物 內衣褲 小毛毯 輕便型禮衣 毛巾 晃泉水 乾糧 重要證監影本 熱乾性筋 安全帽 搓拟手套 少布 衛食刀 急救用品 常用藥 面紙 口罩 暖暖包 手電筒 收音機 電池 文具用品 及被動鑰匙 有小孩的家庭 應準備奶粉 奶瓶 及紫尿褲 所有必需品 應隨時檢查更新 至少每半年一次 全家人應共同召開防災會議 討論避震發生時的集合避免 逃生路線 及家人的聯絡方式等 並熟悉逃生路線 和地面場所所在位置 等災害發生時 即應規劃路線 不慌張 不推避地應去逃生 家中平時即應 預想當地震時 應躲在哪裡較安全 及如何逃生等 且經常演練 另外還要注意自己住在的結構安全 並加強家具 除櫃及瓦斯甘廳等的固定 以防止地震時翻落 疑味 而造成傷害或阻礙避難逃生 而吊燈 吊震等懸掛物 也應加強固定 以防止地震時 墜落傷人 避震後 必然會掛念親友安危 但在聯絡時 盡可能不要使用電話 應敢用簡訊 或利用政府1991大平安專線 讓緊急救災通信 能夠保持通常 隨時收聽最新悲情報道 掌握正確資訊 切勿盜聽圖說造成恐慌 記得檢查水電瓦斯管線 如有損壞 應馬上請人修理 避震後 便應檢查房屋的牆壁或梁柱 是否有明顯裂痕 若有損壞 且無動流室內 您請專家鑑定 由於地震發生時 我們所面臨的各種情況非常複雜 整個避難疏散過程 也可能充滿許多不確定性 因此 各種正確的操作方式 不容易細膩到 時序固定 細節固定的標準 但是正確的操作程序 在普遍的情境下 仍然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尤其地震發生時毫無預警 在緊急操作時 能有所依循 才能鎮定定應 做出最好的應變行動 情面防災迅速應變 讓我們做好最充分的準備 所以 將地震所帶來的災害降至最低 謝謝您的觀察 祝福大家之愛 好 那個 剛才提到那個柱子 就是你現在旁邊這兩個凸起來的就是柱子 上面比較橫樑 這原則上是這個房間裡面最堅固的地方 所以它要你在那邊躲藏 因為它如果斷掉 就整個就垮下來了 那剛才你在最前面講一次說 不要擁擠什麼之類的 後面講到電影院 這題學測考過 我說你會寫到 他說下列何者不恰當 你看看 在電影院裡面叫你先躲起來 不要大家全部都往外抽 那叫做反而人擠人 人踩人 結果可能會情況會更慘 然後剛剛講到停車場 你看到生命三角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叫你躲在出來 躲在車子的旁邊 可是他叫你躲在車子的裡面 那個原因是因為 他要你躲在車子的旁邊是說 房子垮下來的時候 車子會幫你擋住 然後呢你在旁邊有空間可以存活 後來在車子裡面 如果車子被壓扁你也被壓扁 可是在扁他可以給你空間 放在旁邊 可是他說要你在車裡面是因為 地震的窯喔 地震基本上有兩種窯嘛 一個是上下搖 一個是左右搖 就是高中會叫什麼P或S 不會再說了 不管他 所以他怕你 他真的會左右移動 你只要好像被他被車撞 被他被他擠 所以你可能要看狀況 看情形如何 來確定你要怎麼樣來做 OK 這就是消防署給各位的 逃生避難建議 OK嗎 OK 請寫課堂練習